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Danny你好 刚才我们在上一个session 听到了这么多的数字 对某些人来讲 他有经验的 或者他现在正要准备要办的 是mean something 可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这个跟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当然要听听看 Danny要给我们分析 这些低利息适合哪一些人 还有您推荐的program是什么 那我先讲一个15年fix program 其实15年fix program 这一次是hit到那个最低位 从15年很多客人就是 其实这一次 这一波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有很多客人是选择15年fix 那这些客人他自己有很明确的 就是说我知道我这种房子 我要把它pay off掉 那所以他有选择15年 15年我觉得 一般conforming的客人 比方说二三十万 或者四十万的客人 选择比较多 那从high balance本身来讲 就是选择的相对少一些 但是因为有些客人 比方说他选30年固定 其实他每个月pay 还是按照15年来pay 那我们又 那有什么好处呢 他其实tun也会缩短 就是其实他最后做下来跟15年有差不多 那我们就用一个50万的long long amount long amount super conforming 如果说他今天做30年固定的话 那今天是3.625的利息 那他的monthly payment是2284块一个月 那如果说是做成15年 2.875 那一个月monthly payment 多了大概1150块 所以这并不是说湾区的客人 大多数家庭我觉得还是能够 affordable 我觉得3400块是可以 所以15年跟30年到底好在哪里 一个就是说你是从他完全pay off 整个tun结束 他的interest给你省15万到20万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字 但是15年就是我就是也是提醒客人 在你做的时候 你先衡量一下自己的那个financial的condition 是不是就是允许你这样去做15年 因为他一旦做了15年以后 每个月是force你这个每个月一定要pay这些 所以他不像 那如果有些客人觉得 我的income不是那么稳定的话 那你也可以做一个30年固定 然后你有能力 就是按照15年来pay 这个也是OK的 明白 那后面我们就讲一下arm program 我们刚才有讲arm program是historical law 那从conforming本身来讲 51arm现在最低利息到过2.25 那今天的利息是2.375 71的rate基本上最低点是在2.5 那今天的利息是2.625 那11的大概在3左右 很多客人其实 你首先是要想好就是我这栋房子 到底在这栋房子上面会住几年 其实真正弯曲整个30年 或者whole life住在一栋房子 太少了 概率并不高 那为什么我推荐现在走arm program 那我们compare一下30年固定跟arm rate 其实现在30年固定是3.375 那51arm大概2.25到2.375 71大概2.5左右的话 那基本上差1% 差1%的话反映在你的loan上面 你每个月比方说我今天做51arm 或者用2.5的利息来做的话 一个是用3.375 每个月的payment是少了200块钱 interest上面你少pay了450块 所以从这些数字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difference 那很多客人说30年固定比较稳 那我们刚才有讲从现在目前情况来讲 我不觉得利息会跳到哪里去 如果说你今天这个客人在这栋房子上面5到7年 可能要换房子或者upgrade搬到大房子的话 我觉得7年的program maybe is a good choice 有没有头10年固定的program 有头10年固定的program 它的利息大概在3.0左右 那有些客人我是建议我的客人 比方说它high balance conforming loan 10年arm它的rate在2.875到2.99 是在这个range里面波动 那versus那个30年固定 它现在利息如果是3.5到3.625 那我觉得有些客人比较保守的话 你可以选择11的arm program 头10年固定的 for high balance conforming loan 因为它的monthly payment是有差了170块钱每个月 但是conforming来讲 因为它的利息现在是3.0 versus30年的3.375 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就不是那么大了 所以没有必要去做成10年 我觉得做一个7年比较当中位的 就是相对来讲也cover了一个mortgage cycle 大概7到8年 那也相对来讲比较stay 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低利息的mortgage cycle已经几年了 其实真正利息下来从2009年就已经有下来 但是它一路都是在往下走 一路在往下走 所以这样看起来已经是进入第4年的低利息时代 对 所以还有个三四年左右 按照常理来讲 按照常理 但是就是不需要就是Federal到底什么时候会 撤资 对 increase这个利息 对对 它是说到2014年年底吗 当然随时都可以有改变 对它可能随时就是说我结束QE 或者我 我reduce那个买mortgage bond的那个钱 那这样的话它我觉得对尤其是对fixed rate是会有影响的 是但是我们面对的广大的观众群港广大的消费者 还有买屋的人或者是refinance的人 现在面临borrower就是贷款的人 他面临他跟lender是硬碰硬的吗 因为现在lender的要求也很严格 譬如说房子有加盖没有permit了 或者这个房子里面有两套炉灶的 他要求的很严格 那borrower贷款人到底要注意到什么事情 才不会碰到这个lender的规矩呢 我觉得有些银行并不是说所有的银行这个都不接受 所以当你在做loan的时候 一般我都会问客人你里面有没有什么加件 without permit的 如果有的话一般客人都会跟我讲 那有的时候客人讲 我买来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 其实他是没有permit 他也没有去查过这个到底有没有permit 但是那个时候通过了 那个时候是通过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大概是最近的一年一年多 才要求的 有些银行是非常严格的在这方面 哪怕你增加一个炉灶 他都是不允许你这样的 那有些银行 比方说你增加了一间房间 或者你加了一个厕所 不算价位的话 我都可以让你过 所以你如果能够早一点通知你的Adrian的话 他在银行的选择上面 他就知道应该走哪家银行 而有些银行是应该避免走的 因为那家银行的Rate很低 那所以我是说客人并不是说你要去看 今天Rate最低是哪 今天我一定要拿到这个最低的利息 你还是要看自己的情况 符不符合拿这个利息 这是一点 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客人经常碰到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些客人就是 其实我刚才也有免许到 有些客人比方说 他的loan amount并不大 30万左右 那我最近有碰到一些客人 他很想就是把它pay off 越早越好 那他就做成15年的 但是他的income生号不qualify 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还是就是劝他 依然你考虑20年或者30年 我也知道就是像这种客人 他的每个月他没有问题 他还是会pay 但是银行有很严格的 debt income ratio在 你的income不qualify的话 就不能过这个论 那你不妨就考虑 把turn拉得长一点 每个月按照那个high 就是15年short turn的那个 program的那个payment来pay的话 其实最终pay off的话 时间跟15年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不要就是一味的执着在 我一定要哪一个program 尤其是说有些客人正好 他的income是在boundary上面 我还是你还是不妨 就是叫A0方你算一下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 有的时候不只是说 我要少要选一个那个利息 是少0.125%的 其实每个月分摊差不了那么的多的钱 而是要从理财的角度 那么怎么样的program 是利于自己的 能够节省到这个整个期满的时候 节省大笔的钱 那个才是真正聪明的 我们今天访问的Danny Wu 他就会为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再度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